记者苏金奉台中报道,中世太平玉职奉天公接获台中法院通知,因庙方占有国有的,今天要进行拆除,庙方率信徒抗议,并指国有财产署土利财团。 国有财产署中区分署表示,该地早在民国七十年左右被规划为自办重化,而且早已告知庙方要返怀土利,才开始诉讼,一百零四年胜诉,因此一向法院申请,要求庙方返怀土利。 太平玉职奉天公,今天在主委陈东霖率领下,众多信徒聚集在庙前,抗议国有财产署要拆庙,众人举白不调抗议,只国有财产署没有给时间就要拆,而且今天应该测定相关戒指范围,又改为要拆,让他们无法接受。 不过,由于法院已改在明年元月份再执行,因此今天并未有相关人员到场,但台电未接获改期通知,前往现场,让信徒以为台电要来断电,将台电人员为助,质疑,台电人员表示,他们是到场才知道改期,并没有要断电,民众才散去。 主委陈东霖表示,欲职奉天公于民国九十四年以邻领警堂明义合法租赁,依法缴纳租赁金,并申请杂项建造所设立,但国有财产署却终止租约,并向台中法院提出明心事告诉,向庙方提出窃占,侵占及拆屋,还得告诉,但军会判无罪,险见国有财产署是有缺失。 陈东霖表示,法院执行处来含,内文贤明是要测定戒指范围,但却通知要拆,除让他们相当气愤,而且说要拆就诉,完全不让庙方有准备,没有尊重民间信仰。 他更表示,若要自办重化,庙方不会反对地方发展,但是庙方希望购买此快递,但遭国有财产署拒绝,却要财团办自办重化,根本是图立财团。 国有财产署副分署长陆恒宁表示,自办重化是早在民国70年左右就核定,只是在80年时案子暂停。 国有财产署基于活化土地,才在94年跟庙方签订短期的检释合营,是可设随时拆的物体,而不是永久建物。 陆恒宁表示,国有财产署与庙方在96年8月中止契约100年开始诉讼,因为诉讼的对象错误,才一直败诉时,四年胜诉便向法院申请排差。